STS防车系列赛第3站起动 这次点燃战火前夕 直击比赛用防车 介绍车内安全基础规格 让民众接触赛车运动 了解到比赛用防车 与一般商用或家用防车不同之处 车辆的那个座舱的安全部分 就是防滚架 那防滚架主要的作用就是 如果车辆发生 在赛事的过程中发生碰撞 翻滚 那防滚架首先就是保护驾驶的安全 那它整个把车 就是驾驶本身 整个都包覆在这个驾驶的中间 赛车椅它相对对驾驶本身 有一定的包覆性 然后在激烈的操驾过程中 它让驾驶本身可以有 不会有太多的力量分散掉 然后比较可以专心的 在专注在驾驶车辆 那对于它自己的体能上面 也比较可以保持住 不会说驾驶车辆是很辛苦这样子 那安全带的部分可以就是 把驾驶牢牢的固定在 驾驶的那个座椅上面 一般电瓶会放置在前置 大部分啦大部分 因为当然有的原厂就会放在后面 那你前置的话 你可能在发生碰撞的时候 电瓶也有可能会产生 爆炸的危险 那你放在车室里面的时候 那相对绝对是比较安全一点 第一时间就可以进行一个灭火的动作 就是必须要有的部品 安全部品 那为什么要使用防泰荷箱 因为防泰荷箱它在赛车 假设你今天发生事故翻覆的时候 那防泰荷箱它首先它 第一时间它就是会油不会外露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油不外露的话 那你就不会有爆炸的危险 整台车的电源 我们从里面 里面有一个主要的锻炼开关 那这是车外的 那今天如果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那个就是我们来救护人员 它第一时间可以从这边一拉 就可以把这台车 所有电源直接关闭 别原方向盘只是耍帅的工具 就连方向盘也是经过特别精密设计 遇到车上追撞事故时 方向盘还可以缩进去 降低车手受伤的机会 赛车需要用到的这个赛车手套 最主要就是要有指滑的功能 就是在手套上它握方向盘的部位 手指捏方向盘的部位 这些部位它都有一些指滑的功能 那再来最主要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要防火 我们赛车它是有蓝油的 会有高温 那如果说有什么事故状况的话 车子着火 第一时间我们要防蓝 这个要保护车手基本的人身安全 赛车的头套 这个头套最主要也是要有防火的功能 那这个头套就是 就是穿戴安全帽之前 必须要先戴好头套 然后它头套它在颈部这边它有做比较长的部分 就是要盖住颈部 那如果说有火焰啊 才不会去第一时间去燃烧到我们颈部的位置 我们赛车用的安全帽啊 基本一定都要有四分之三 我们所谓四分之三就是有包到脸颊的部分 那四分之三是就是没有下巴的 安全帽要必须要有那个我们所谓的 hance 扣要有hance 扣的部位 我们是要搭配这个hance 所谓hance就是说我们车上的安全帽 必须是要是4.4甚至是6.4的 预防就是说我们车子有产生碰撞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头部会向前傾 向前傾的瞬间 我们有hance hance安全帽拉住hance hance的安全帽再拉住安全帽 拉住我们车手的头部这样子 那接下来是赛车服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要有防火的功能 对 防火防蓝 像这样子静置的时候 它的手肘的部分它是有一点弯度的 对 这样我们驾驶的时候 在开车的时候才会自然 不会觉得说这个服装太过于不自在这样子 周末假期台中立宝赛车场热闹滚滚 这次加入BMW M系列即时赛 周边更有许多胖咖美食 在新闻中了解比赛用防车后 相信一定更能认同赛车不等于飙车 SBN 杨柏玉台中立宝采访报道